治安定文 交通順暢 民眾安心 警三分局及派出所等内外勤主官官们 高喊春节三大任务 誓言要让民众平安过新年 快要过年了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以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身份 亲自到三分局制证红包 给三分局辖内大约200位园警 以及工作人员 并且加发地内七读以及暖暖 三个所的破案奖金 每个所6000元 感谢也肯定大家在春节春安期间的辛劳 为园警们加油打气体振士气 由分局长以及各组组长 队长和派出所所长们代表收下 地方的一个治安是最最重要的 没有安居拿来的乐业 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说 每天你玩家 烧帚 抢劫 偷窃 我相信这个城市没有人敢搬来住 所以一个地方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安居 安居一定要摆在第一位 包括在这边也要呼吁说 我们的市府 市长一定要挺支持我们的警察 警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你家的小孩不乖 你家的小孩偷窃 包括大大小小食饮 第一个就会想到我们的人民保姆 我们丢吧 机动市警察局督察长林鼎君 以及第三分局分局长童保贤 也代表三分局全体援警 感谢杨秀玉 以及金友站第三办事处的慰绕 经费 主任都是很慷慨的 所以同仁你们工作认真 绝对该鼓励该奖励 我们副委长主任这边 绝对不会吝啬 绝对是大力的大力的鼓励大家大力的支持 交通各项为民服务警政措施 来让我们民众安心 有更安全安宁的生活环境 那就是为得到我们各方的赞赏跟肯定 好谢谢副委长 日安平坤 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